台湾的海岸线 总长一千五百公里 齐柏林曾经带我们用飞鸟的视角 看见碧海及悬崖的绝美壮阔 也让我们用浮云的高度 为受伤的海岸流下眼泪 而从2008年开始 有一群人用自己的双脚 沿着海岸线 走出台湾的形状 我自己是做海洋生物研究的 所以我对海洋生物很喜欢 那我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我得志海洋的感动 我们想要用民间组织的力量 那来推动海洋教育 唤起这个社会上更多的人 对于海洋的关注 海岸线上是陆地与海水的交界 它很轻陆地 它也很轻海水 你不用有船不用会游泳 我只要能愿意走过去 我就可以到那里去 你只要带着一双 你自己舒服的鞋子 带着一点干粮 带着一罐的饮水 我就可以去海边 坐在海边 沿着海岸线走一走 好好认识每一寸的海岸线 09年的时候就开始 上网号召大家 一起来报名参加这个 走在家乡海之滨的活动 希望用更多的国人可以一起试着用双脚 用最慢的速度走在每一寸的海岸线上 用最慢的速度看见台湾 17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已经带孩子有来参加过 那个时候是透过不能的介绍 所以我们就有一次的成功经验之后 这一次是第三次 我第一次参加是2009年 因为那时候退休 没有工作 就是讲旅行而已 队伍当中会有80岁的乌伯伯 会有只有七八岁的国小生 每一个人对于同一块土地 同一段海岸线的生命故事 绝对是不一样的 走在这个路上 彼此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 这个很有趣 我们的人生就是很快嘛 很多东西我们不会看到 但走路都可以看清楚 花时间真的看清楚 光是这个速度的改变 就会让大家的心理放慢了下来 会眼界可以打开 眼睛可以打开 就是因为慢 我的心才能够打开 才装得下环境要告诉我们的生命 我真的可以开始感受到 风的温度 闻到不同的海岸线的气味 听出不同的海岸线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的关键在于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去接收它 如果有准备好你就会收到 如果我没有发现 我会反思我自己 我今天是不是生活过得太焦虑 因为我们昨天有两次地震嘛 一次是9点多 6点7级 还是凌晨2点 2点那次也有到5点6级 所以第二次 是因为有第二次 也晃这么大力 所以我们决定要改变今天的行程 然后不走大堂浩夜里五道 那我们要改成是坐火车过去 毕竟这段下了 宜兰已经下了两个月的余 然后实在会担心 一切还是以安全为重 有一头皮就是这样的 一大堂 孩子他们其实要走的话 其实他们会遇到一个瓶颈 要走得比较远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比较相对辛苦的 要完成一个环岛的行程 而且一次不是自己一个人走 一次是一百多个 在这样子的团队里面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 让他能够对海洋有更多的体会 但是一定要是安全的 所以这需要很多很多的 大家互相的配合 包含甚至只是 会车过去见一面的人 你跟他讲说 拜托拜托 请你慢一点 让我们后面一百多个 还要很小的小朋友 一起走的时候 你只要慢一点点 那他们的压力 就会少一点点这样子 我们不是用我带你走海岸 而是用我们结伴一起 互相陪伴的走海岸 这个心态很重要 所以徒步环岛旅程 没有所有人一起的付出跟努力 没有办法做完的 所以 谁走不动了 那谁的身体出现什么状况 互相提醒一下 大家照顾 互相照应 这在每一年的走路当中 其实都是屡见不鲜 所以其实也变得很有趣的是说 大家走完路之后 尤其你走的时间越长的 会越有情感 因为彼此真的像是家人一样 互相在扶持 请不要压抑 这就是我们的家园 台湾 其实让文化是每一堵漂 当美人 或者一直飞翔的老板 一起看见台湾 一起去看这个倒霉的美丽 美丽姐 妈妈一定以你为了 快张了 耶 快张了 快张了 台湾就是有我们这样子的傻子 在做这些傻事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希望 他们未来 就能够保有这个初心 保有这个对环境的感受 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 他们就带着种子 可以去发芽 那我觉得 齐导演的电影是一颗很好的种子 齐柏林鸟目台湾 我们是徒步台湾 速度不一样 高度不一样 但是爱台湾的心是一样的 我们台湾真的是很美 这个家乡需要我们一起来保护 但是它也有它需要我们来 付出我们的努力守护的地方 当你更亲海的时候 你才会有办法去保护海洋 台湾的海岸线 总长三百万步 齐柏林曾说 当我们能用不同的视角 看见台湾时 我们就已经在心里面 种下爱护环境的种子 当我们用一步一脚印 描绘出台湾的轮廓时 我们就更能够认识这块 孕育我们生长的土地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这些种子都能成长出壮 最终成就一片森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